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其實真的也沒有 我覺得其實 就癌症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常常很多癌症都是 一開始沒有什麼影訊 那因為 只有少部分的癌症是有 稍微明確 都沒有 其實包括像黎巴癌也是 我們以前接到蠻多的患者 大概都是就是長期的低度的發燒 然後自己也沒感覺怎麼樣 然後就長期的倦怠 那直到他就是 覺得不太對了 譬如說開始體重減輕了 然後才會來醫院求診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他的症狀真的不明顯 但是就是我們自己 就是要稍微的關注一下我們的身體 對 然後我們的身體的狀況有變化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盡快去醫院求診 我覺得也不要過度了 因為過度就很容易 就是整個焦點都在這邊 整天都擔心自己生病 這樣也不太對 低燒的部分其實蠻多患者是有的 那我記得以前我幾個患者的狀況是 反覆感冒 不明原因肚子痛 那後來才發現 淋巴結腫大 我想大家只要平常多關注自己 能夠願意好好的去 對身體有一個了解 那也配合醫療 所以其實真的也不用過度的擔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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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薦 string 小手 還有一隻 們